效力中有線足球隊六年了 中心耿耿 我想了很久了 這次要做一個重要的決定 要轉會 加盟深水埗足球隊 這支地區球隊威水了 07年李志堅加入成為 深水埗體育會足球技術和發展總監兼主教練 逐漸化了4年 由丙組踢到上甲組 08至09年得丙組貴軍 接著季拿雙鳥冠軍升班 一上到月組就搶走聯賽錦標 歷史性進軍甲組 說我轉會深水埗 講笑好了 你猜踢甲組真的那麼容易嗎 看看 被人猜猴子就有份 今季真正加盟的是上屆踢南華 港隊前左閘潘耀卓 還有3個22至27歲巴西中前場外援 加上原有班底 陳嘉琪搭著90後的青年球員 和一個尼日利亞前鋒 20人大軍 平均21.9歲 是新球季夾組一股新勢力 整隊得細卓和陳奇有夾組經驗 靠他們揹飛 大家都說細卓是個好榜樣 能夠穩定細卓的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好幸運 我自己看回圈裏面 他都是相當正面 很正面的 我覺得這個正面影響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球員是 他一個很有經驗的球員 可能是一個模特兒 令到旁邊的球員都知道 原來職業的球員是這樣的 首先他投入感 譬如下來 他會給人聽 我踢了那麼久 我落到你這裏 我都是給你 我不會拿榴彈的 細卓是個榜樣 他們就要做 細卓說和後輩沒有代溝 聊天 亦明白到年輕人的心態 自己十幾年前 流浪出道的時候 都要有人綁著踢 我和嘉琪會提點 多點提場 去叫人去踢 因為他們始終 大家年紀差不多的時候 他們是有個好像 介替那樣 不去出聲提場 我們就會在球場內做這些角色 而球場外 有多加提點 紀律的東西 就是球員要準時 一定要練球準時 或者早到 還有練球裡面 要聽指示 還有要百分百付出 在練球方面 因為你練球不付出 你踢球更辛苦 還有要尊重自己的球員 對手 教練 陳其和青年相處了兩年多 時刻都提醒他們 要態度正確 守規矩 我的經驗 我大人可能提他們 盡量希望他們知道 如果真的要走這條路 甚麼是正確 盡量給他們一個意見 看看他們會否接受 當然他們現在很好的 其實大家的關係 他們都會聽我說 會接受我的意見 會聽會做 當然最後那步都是他們自己的 年輕球員都自動自覺 簡單到練球那樣 有早沒有遲 現在上來真的完全是不同 完全是職業化 每一件事 我們可能練球 以前是可能早三個小時到 已經很好 但可能現在是早九個小時 早半個小時到 所有事情是進化了 態度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職業化 體能都很重要 兩年前深水寶葉炳祖身份 在竹種杯月級挑戰謝飛烈 領先兩球之下 到家時 氣力不計 倒輸3比5 那次上了寶貴一科 球場是第一次對甲祖的感覺 還要踢了8、2分鐘 其實知道自己 或者是整隊球的體能 和甲祖的水平都差很遠 在技術方面 我其實覺得 不會差很遠 可能我們都可以 但體能方面很明顯 到下半場自己踢 已經知甚麼事 完全是力不從心 所以到下半場 我們才被人打回頭 到最後輸 西卓和陳琦都有同感 技術好 他們有個人技術是不錯的 平均的基本功都不錯 體能和對抗性方面較弱 他不擔心 說對那群年輕球員有信心 接下來一個半月 操身一點就沒問題了 陳琦說 踢月組夠氣夠力就有優勢 但踢甲組對手有外援 體力要求更高 壓力也大很多 我自己預計是會氣力 始終我兩年下來 和他們一起上來 我自己也要操好一點 上來 和他們一起 可能我的位置更加重要 我希望自己上來 除了帶動他們之餘 我希望自己來近年 其實我自己也有期望 希望可以踢好 今個月初他們就拉隊去三水開操 兼集訓七日 現在每星期連六日 隔日操兩課 狂谷體能彌補不足 深水埗不單止是球場操練 堅Sir說做個秘密基地 在這裏了 進不了 得了 這麼辛苦終於進到了 他們在做甚麼 深水埗今季和中大運動科學系合作 藉科學方法提升球員身體質素 這日進行大腿肌肉力量測試 收集各類數據做評估半季檢討 而中大亦有針對性訓練模式 希望開季前儘快鼓起球員體能 學系亦有派人隨隊更進 照顧雙病和提供物理治療等等 陣中不少球員正在讀書 好像陳琦一樣 在教院讀這年才畢業 要兩者兼顧 他說有時都頗辛苦 如果不十分功課很忙的時候 還可以 當真的很緊密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點吃力 加上可能讀書有些壓力 希望接下來這一年 除了時間分配好些 盡量兩邊希望 堅固到反正 其實接下來都是最後一年 讀完畢業 他說好在上課時間有彈性 基本上影響很小 練波盡量到必要時籌加速 讀中六的馮慶業 準備升大學更加分秒必爭 心得是上課要聽書 好好利用在學校那幾個小時 當然我們每人只有24小時 但我覺得我們應該好好利用自己的時間 不要太多時間去做 我們當然要放棄很多東西 可能不能跟朋友出去玩 可能少陪家人 但我覺得這些是我的選擇 因為我喜歡踢球 堅Sir會以大多數人為依歸 就時間操練盡量配合 這麼辛苦踢到上來 那些年輕人說手要是留級 還知道怎麼處理壓力 不怕觀眾柴台 其實旁邊的人說什麼 你自己控制不到 其實你最重要是自己在下場 就算這球球踢得差 就努力做下一球 還有如果被人踢下來 我一向很少會報錯 最多喊一聲 然後就繼續 我不會吵鬧 起碼有個形象 要對得住自己的球隊 球迷 堅Sir就沒有想明智 只是希望球員盡快適應 也會給他們空間發揮 我們打算去守 不想輸 或者去踢 我覺得 沒有人是想見到這樣 就算贏 就算被他們幸運 偷到街 爆冷 贏到一球 我不會覺得是開心 反而我覺得是放膽一點去做 去搶去 去試一下 但可能這個是冒險 可能會輸大大大大大 我覺得是有空間 始終他們是年輕後援 我覺得今天看到他們 夠膽去做這麼多踢 可能大家都做了期望 當他們能力強了 適應到 那你也還有些期望 一開始已經是這樣 我就覺得沒有期望 新一季甲組聯賽 9月才開落 接下來23日有賽 南華是試金賽 球員到時就有機會 測試一下自己的作戰狀態